还有愤怒鸟呢 红遍全世界前阵子加勒福推出的愤怒鸟马克杯 在国内就掀起了一股极点收藏的风潮 但是现在却被检测出 这些愤怒鸟的马克杯重金属含量全部超标 其中呢铅的含量超标了50倍 隔超标90倍 如果拿来饮用的话严重 铅会造成失智的问题 隔会有痛痛症 也就是肌肉长长不足的疼痛 那么不少家长应该会生气又傻眼吧 因为呢这个马克杯是消费买500块钱 才能够换一点 最便宜要1700块 最贵要4500块才能够换到一个杯子 加勒福则是澄清 不知道这个检验标准是什么 还要再进一步做了解